记者出身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拥有满满好奇心 口头禅是台中人最常挂在嘴边的 真的假的 以为人气和人母 走路却仍像刚学步的孩子 经常跌倒 扑街 令他感到非常糗 除此之外 老公廖树佳 最受不了他爱哭 看电影 看报道 常感动的一把泪一把屁 得赶紧地上卫生纸解围 虽说老公贴心 但卢秀燕不会言 心目中最帅的男人不是枕边人 而是不老男神金城武 卢秀燕接受媒体快问快答 从自己个性 兴趣等生活点低 一路谈到家人 因为名字有个燕子 从小 绰号就是小燕子 擅长料理的他 自信满满说 家常菜都难不倒 最擅长的 是家传卢妈妈的五蔬果牛肉 他爱下厨 爱美食 却今复不敢吃入冬顿补 受欢迎的羊肉 还有日本人最爱的鰻鱼 也尽谢不敏 让人大感意外 从记者 主播 名义代表 市长走来 卢秀燕 镜头前表现亮眼 曾摘下金钟奖 至今 卢家有个主播美眉 卢秀芳 仍在新闻圈 问他谁漂亮 他不假思所说 当然是卢秀芳 美眉从小就像个洋娃娃 自己小时候很丑 像个丑小鸭 因为我有强烈好奇心 采访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如果时空可以倒流 他最想回到当记者的时候 自信可以做更多更好的采访 但也因好奇心强 到现在真的假的 四字口头禅 长挂嘴边 因为丈夫廖树家不想从政 卢秀燕接棒 延续廖家政治香火 却忙碌到相处时间 变得少之又少 她说 最想和老公 好好共进晚餐 谈到老公 卢秀燕透露 两人第一次约会地点 一点都不浪漫 是逛中校夜市 虽没情调 但廖树家在结婚十周年 悄悄地把最他爱的情歌 集结自制组曲 跟他说 要带他出去吃晚饭 一上车就放出组曲 让他至今都觉得超浪漫 感动 卢秀燕说 自己真的太忙太忙 忙到很久 都没办法出国旅游 也去不了自己最爱的意大利 只好趁公鱼之辖 去看午夜场电影 泪点很低的他 长音电影剧情 报纸报道的故事 被感动掉泪 陪在身边的廖树家 只能在旁边递卫生纸 妈妈市长仍没忘了 要鼓励最爱的一对子女 做自己 正如他从主播 立委到市长 一路逐梦踏实 勇敢做自己 说起当时与丈夫的相遇经历 也是机缘巧合 卢秀燕曾经是电视台新闻主播 由于当时卢秀燕 在工作上的表现 深得公司主管信赖 在1990年代 调升为中部采访中心主任 认识了当时的台中市议员 廖树家成为了乌日媳妇 也从新闻跑道 转而从政 延续福家的政治实力 从递出麦克风 到总是被麦克风包围 卢秀燕 至今仍维持着担任主播时 清新又亲切的形象 也延续着当记者时的耐操与专业 为台中市民服务 卢秀燕请跑第一线 为民解忧 但操劳过度 身体总会出现问题 此前卢秀燕右脚逐渐肿胀 虽然自称并无大碍 但是越肿越大 随后请了半天假 到医院做检查 才知是前阵子跑行程时 不小心跌倒 为血管破裂导致 卢秀燕分享她的小肿腿照片 由淑惠惊呼 哇 这不只是肿胀而已 都肿得便面归了 市长也太会忍了啦 这几天没走一步路 应该是步步痛吧 令无数市民担心 而卢秀燕此前所受的伤痛 比这次的更加严重 2020年 卢秀燕因髋关节救急 长期疼痛 平常均以止痛药 或物理方式缓和 为了一劳永逸 根本治疗 经医生建议下 终于决定 进行手术治疗 而手术也十分顺利成功 为了让市民朋友放心 卢秀燕在社交平台上 贴出术后照 报平安 照片中的他脸色红润 看起来气色不错 当时 卢秀燕指出 他已经住院治疗快一个礼拜 现在是手术后的疗养期 伤口愈合的情况 比预期好 已经可以做起 在旁人的协助下 也可以下床行动 他表示 会在医生的评估同意后 以最快的时间 回到市政工作 持续为台中打拼 其实 卢秀燕并不是新闻科班出身 他在高中时 是校刊主编 大学却读得地正系 不过 由于性格中 对正义的追求 以及兴趣里 对文学的热爱 始终铭刻在骨子里 毕业后 他便以清晰的口条 亮眼的外形 考进华士 成为记者及主播 在记者工作中 卢秀燕表现杰出 曾以假爱新真恋才 专题报道 获得第25届金钟奖 最佳新闻采访奖 而小他6岁的美眉 卢秀芳 后来也考进台市 在三台年代 姐妹党都是主播 受到大众的瞩目 30岁那年 卢秀燕被华士派到中部 担任采访中心主任 金朋友的介绍 认识了先生 台中市议员廖树家 他的公共廖记鲁 曾经担任省议员 福家是台中乌日的大家族 也是当地的政治世家 1994年 省议员选举 国民党想要找一位 知名度高的女性参选 便询问卢秀燕的议员 在福家的支持下 他答应了 凭基着主播的高人气 和知名度 卢秀燕第一次参选 就以高票当选 费省后 他转战立法委员选举 连续三届 以50%以上的支持度 高票当选 在2012年 2016年 更是拿下10万以上的高票 完败国民党 民进党立委 由于每次参选都顺利当选 卢秀燕也被称为不败女王 当立委时 她的生活过得相当紧凑 甚至比新人还要拼 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 搭乘第一班 6点半高铁到立法院上班 身为女性 她的问证重心多在教育 民生 弱势等 她从不争取美光灯的助益 以不打架 不喷口水的风格问证 并用心做好选民服务 卢秀燕连任六次立委 在立委生涯中 18次获得公民团体评鉴的 第一名优秀立委 她曾强调 自己虽然是个资深立委 但面对选民托付时 总是亲力亲为 全力以赴 不曾懈怠 后来 在台中市长任内 卢秀燕以十足的亲和力 被市民称为马马市长 对此 她曾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我很感动 我很感谢 马马市长的称呼 对我而言是无上的光荣 后来 卢秀燕的丈夫廖树家 但除政坛 而时事评论员文朗东 也揭露了其中的真相 因廖树家 曾设议长会选案 之前 卢秀燕卖了 512亿元的土地 而且卖了设宅用地 由于她的婆家是建筑营造业起家 此事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温朗东于2022年1月11日 在明示辣新闻152中表示 卢秀燕是主播出身 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 非常有一套 2018年7月的时候 卢秀燕的丈夫廖树家 说他们是姐弟恋 完美组合 因为很热爱教书 所以回归校园 但事实的真相 可能很多台中市民也不知道 温朗东指出 真相是廖树家设计议长会选案 在1994年的时候 共有22个台中市议员 选当时的议长 由陈武雄与郭艳生竞争 而郭艳生涉嫌会选 后来就被通弃 通弃三年后 迎去医院就医 才被严谨抓到 这个案子比对上非常困难 温朗东说 要树家等人 故意在选票上 自己的姓名处 折出直线的痕迹 以证明 这张票是本人所投 并且用不同折痕的方法呈现 廖树家 原本做了三届台中市议员 为什么后来跑去学校教书 把自己的事业 以政治版图 转移到卢秀燕身上 就是因为吃官司 会选的问题 温朗东表示 他多次比对不同的审判 才拼凑出这样的结果 他质疑 为什么这件事 在媒体上面 几乎没有任何的关注与讨论 反而变成廖树家 是一个淡初政坛 热爱教书 辅佐老婆的好男人 完全是一个正面的形象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于温朗东的质疑 对于温朗东的质疑 卢秀燕 探料树家二人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此前 卢秀燕接受媒体的访问 谈到自己的一双儿女 他开心地说 我是一个很随性的妈妈 但孩子们都表现得不错呢 因为只要随着特质与兴趣发展 孩子们就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卢秀燕有一双宝贝儿女 且个性 发展不大相同 女儿爱读书 但儿子更擅长设计与厨艺 他说 儿子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东西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进厨房 既然知道孩子喜欢 他也跟着帮忙开火 切菜等等 一方面是避免危险 二方面也能提供指导 虽然最后总是把厨房 弄得乱七八糟 但他说 那又怎样 大家一起收拾就好了呀 卢秀燕说 儿子常常充满好奇心 第一次学煮蛋时 煮了各种口味的蛋 有荷包蛋 丹面蛋 奶油蛋等等 一次煮了七 八颗 虽然吃不完 但看得出来孩子很开心 好奇心也得到了满足 而如今已经十多岁的儿子 已经进步到可以煎牛排羊排 还常常在家庭聚会里 露一手 让他好骄傲 近来 儿子是 迷上煮红西式咖啡 卢秀燕也买了基础版的器材 让他学 虽然一开始煮的也不是太好喝 但卢秀燕笑说 我们全家人就算喝咖啡喝到睡不着 还是一定会大力称赞儿子的表现 让他建立自信心 也更有勇气多方尝试 卢秀燕说 从观察就可以发现 儿子的兴趣在于设计 每次参观朋友家 儿子总能仔细地观察到细节 所以要送礼物 室内设计书 就可以让儿子开心好久 连看全能住宅改造网等节目 也能提出更棒的想法 让孩子能够自由发挥潜力 所表现出来的每每都让人惊讶 虽然卢秀燕看起来有几分严厉 但他表示 我是一个很随性的妈妈 因为一直坚信 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长期以来从事社会服务 看过太多的孩子 也正因如此 品德 思考 还有责任心 才是他心中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不必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让他们可以在成长过程中找出自己 并建立自信就够了 祝他家庭美满 继续幸福生活下去 也希望他能保重好身体 不要辜负大众的信任